超美 你看 雪白 而且 它這雪都超軟的 你看 好冰喔 幹 拜日幣 這隻超大隻的 我很怕它夾我 趕快拍照 各位 早安 我們現在要去飛海道神宮 然後還有今天的場外市場 最期待的 但是今天的氣溫已經沒有像前兩天這麼的冷 前兩天真的是躺在冰櫃那種感覺 我們現在到原山站 然後 往外號出口 我們要走大概15分鐘而已 入城 我們從外號出口 出來了 我們現在 要走15分鐘 不然你要回歐洲的建築 這原山公園 前面 然後我們要一直走 走到那個 飛海道神宮 超多人 這遛狗的 好想要把寶寶帶來這裡喔 它應該會人死 這邊真的很漂亮耶 超美 你看 雪白 而且 色情好醜喔 你看 好冰喔 幹嘛 公園之前呢 前面有一個小小的公園 有很多爸媽都會帶小朋友來兵玩去 你看 他們真的很可愛耶 還把它做成那個 兔子在樹上 然後 這邊還有一個 白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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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邊還有人做成那個雪人 我們都還每次到神宮 我們就已經開始這樣子 一路一直狂開 還滿可愛的 秋天的時候就非常好 所以整片都是影線 非常的漂亮 你每個季節來都是不一樣的景色 你的感受會非常的不同 我們現在已經到北海道神宮了 然後 日本人其實進去的時候 跟出來他們都會先鞠躬 這是他們的奇俗吧 那一走進北海道神宮啊 就會 感覺有股很清淨的感覺 然後裡面很安靜 開拓神聖的話 它是由什麼時候開始的 是有介紹的 它全部都是寫日語 這邊是開拓神社 你看就是進來的時候 這樣子的建築 然後這樣的氛圍 你都會覺得它是很神秘的 就是日本人 如果有特別想要祈福的話 是許願 因為他們都會特別來這裡 所以等一下我可以進去 就是許願 然後希望呢 我的頻道可以在 2024年的時候 可以趕快破 50萬就好 它有茶屋欸 木頭蓋的 這個就是很漂亮 我超愛這種建築 我覺得這是車輪餅 這應該是麻糬 我們先從這邊進去 它先洗 噢乾好冰喔 建築都是在1978年的時候 然後重建過的 所以它已經不是最原始的那一個 所以它已經不是最原始的那一個 你看喔 它們會敬禮 對 所以如果大家有來的話 一定要敬禮 入境水索 我現在來抽 打開 我不知道抽到什麼 神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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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這個留著 但是我的是 神籤 神籤啊 木齊 哦 木齊是不好 將出現意見分歧者 人心改變等 令人糾結的氣氛 不要半途而非 就是說 會有遇到 會有遇到不好的 比如在這邊 希望神籤 可以幫助我 抽完了 反正不好就是不好 這怎麼不好都會過去 因為我永遠都不好 哈哈哈哈 這邊是神殿 我知道因為要用五元 是因為五元 在日本來講 對它們是 吉祥的 是好的 是 它是好像沒有重量 看似沒有重量 這樣飄下來 對 蛤 沒雪了 說一下而已 然後就沒雪了 我才講一下而已 對 裡面有一間那個六花亭 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已經到六花亭了 紅豆沙餡 謝謝 你這樣子包著 軟年糕 痾 酥軟酥軟 很爽 它不會黏牙 內餡是紅豆 然後 它外圍有一點 鹹甜鹹甜的 而且它紅豆現在並不是很過甜 好吃 還是我們台灣萬丹的紅豆比較好吃 就是 台灣的紅豆是比較 會更香 紅豆會更香 那它這邊的紅豆就是紅豆 然後也有一點點香氣 然後也沒有說非常的甜 那台灣的是又甜又香 好我們要去廠外市場了 我們現在已經搭地鐵到二十四宣站 然後現在要去廠外市場 一隻爆海鮮 從地鐵站走到這邊大概十分鐘 大概十分鐘到十三分鐘左右的時間 然後開始 嗑海鮮 我們現在在 看這個大雜蟹 大雜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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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幫你剪好 幫你 好想吃喔 我們是點這隻 它會不會咬我 好可怕 它在看我 五萬四千塊日幣 這隻超大隻的 我很怕它夾我 趕快拍照 烤箱 嗯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超級新鮮 好吃 必然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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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 我的嘴巴就是整片海鹽 它的身體哪個 嗯 這比我的頭還大 上面的頭 不是下面的頭 好可怕 哈哈 我已經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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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現在已經在好太平洋 好 好 混點的顏色 好可怕 它的肉質真的非常的新鮮 而且它的汁是甜的 肉也是甜的 它都幫你弄好 你只要打開就好 嘴巴打開 全部都打開 一個是烤的 一個是煎煮的 其次的就是這一間 根式蟹問屋直營 就是 根式沾水柴 就是你從捷運站走過來之後第一間 十分鐘到十三分鐘左右啦 那你看到這一間橘色的 膀胖就是了 真的很好吃 我們現在要來買哈蜜瓜 哈蜜瓜 日本的哈蜜瓜真的是很有名 日本的哈蜜瓜是很有名 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它也有 非常貴的 你看它上面就有 一萬八千塊的那個哈蜜瓜 超級貴 一萬八耶 我們要來吃這個 好甜 然後 它整個都是 水分很足夠 超甜 超級甜 好啦 我們要準備去下一個行程 我們現在來到白色煉籃工廠 在這邊要買票才能進程喔 好 好 這邊要先寫一下那個 人數 還蠻夢幻的 日本海道的人 其實辦手裡啊 大家都一定有聽過 就是白色煉籃工廠 那現在呢 來這邊的話 它其實還可以成功 還有工廠 還有製作的過程 這小朋友一定會瘋掉啊 就是比較屬於像 驗室風格 就是有點讓你來到像 國外的城堡的庭院 剛剛我們在外面就是那樣子 然後進來裡面也是一樣 我們等一下繼續看下去 前面這一區主要是 悲劇展示間 除了欣賞這些上百年的下午茶 茶具以外 那建築本身也有一些亮點 像我們抬頭看看 就會有天花板 很漂亮的天花板 這邊是白色煉人餅乾生產性的地方 這邊是白色煉人餅乾生產性的地方 它已經做了七萬五千個了 大家喜歡吃的白色煉人餅乾 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草圖啊 這個好可愛 只是有很多家常會帶著小朋友去 但是你確定喔 他們才會沒有 除霜裡有Q版的白色煉人製作過程 真是超級可愛的 好可愛喔 這個 這是自己製作的 那這裡 有很多的家長會帶著小朋友一起來製作餅乾 他要預約 然後呢 然後他的開放時間是有10點半開始 然後1點半開始 下午3點半開始 那都要事前預約喔 大家可以坐在這邊 喝下午餐 那基本上面對窗外的全部的客馬 我們去喝個飲料吧 他才對 然後先order才可以進去 好我們先排隊 因為他中庭現在目前都是在重新整理 這一個啊 他是過第一個時間點出來表演 我們現在坐的這個是靠窗的位置 很幸運 因為剛剛 剛好有兩組客人都在臨台 那我們剛好排在第二組 後面有很多女生都很想要坐在這邊 但就是被我坐走了 怎麼樣 有點爽 坐到這麼好的位置 我們剛剛點的冰淇淋 我們剛剛點的冰淇淋 看起來很普通 來了 我剛剛敷的整點就會轉開了 你看一下這個多恐怖 好像鬼娃娃喔 我們這邊是參觀這個 很可愛喔 很適合小朋友來這裡 整個就是英式建築 城堡的建築 南果屋 然後這是米人以前小時候夢想的樹屋 好啦 我們要結束今天所有的行程了 因為晚上的床號就先休息一下 我們要慢慢走 本地鐵站的 我們明天見啦 拜拜 拜拜